我 贺长官 我去趟万家烧锅 家里的事 多费点心 这家门 客气什么呀 这哥 您 你看着我叹什么气呀 我说贺长官 三爷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那您说什么地方 这是柜台呀 对 柜台 怎么了 这柜台是一个店铺的门面 是招财俱财的地方 机密要地 重中之中 你这么一说确实 挺重的 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此地的重要性 真的 不是 你那长相我就不说了啊 就看你这打扮 是不是 这太简单点了吧 不是 你 你 你这么重要的地方啊 你这这 你这太不严肃了是不是 这严重有损这老酒馆的威名 对不对 那我知急啊 你赶紧去做事新衣裳去啊 管事新点 你头发也理一理 你这老自治毛了都怎么回事啊 你光彩罩人了 这老酒馆就蓬毙盛毁 没钱 您有钱 您 您替我置身心的去 挤个钱的事你这 行行行 不跟你聊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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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老爷子自打吃了您这儿的菜 别见了 丑都不太丑的喽 听出来了 这是老爷子抬举我们老酒馆 不是抬举 事实如此啊 那我们就盼着老爷子常来 不瞒您 三爷 我们家老爷子身体不好 最近腿脚也不利用 怕是一时半会儿了 来不了了 没关系 老爷子想这口啊 我们可以给他送过去 我来就为这事 我呢 最近要出道远门 家里做饭的沈子 老家有事 回去来 二姨太师又得忙着 照顾老爷子 他又得做饭 他忙不过来呀 所以我就寻思着 在您这儿 给我们家老爷子 订一个月的菜 一天一顿 每天赏五四呼吸就行 杨大少爷安心出门 您把这事交给我 您放心吧 菜单我都给您带了